歡迎加入WTO 各位男人請轉台 為什麼呢 不能轉台 對不起 轉台不行 各位男人千萬不能轉台 你現在知道你為什麼你的老婆很難搞 就是因為你做錯了以下這些事情 哪些事情呢 一一來為您解釋一下 男人走勢結束難逃 結束 很多節日 對女人來講很重要 對男人根本就沒有把它放在心裡 我們看看男人最討厭過哪一個紀念日 先問一下男人 我們這位名模 男人最討厭過的 就是女人想要過的所有紀念 Bravo 那我們來問一下新住民 寫下來 你們覺得男人會最討厭過哪一個紀念日 你們家的男人 來 應該結婚紀念日很多 A-L-L A-E-E是什麼 A-E-E是什麼 OK 好 情人節 哎呦 市政書簡 看得出來了沒 市政書簡 OK 好 結婚紀念日 結婚紀念日 可是誰啊 怎麼不喜歡結婚 我老公啊 他說什麼都討厭 該依供節 該依供節 好 所有 什麼紀念日都討厭 結婚紀念日跟母親節 欸 結婚紀念日的人 很多 男人都想忘掉嗎 真的 不想記住 都不想記住對不對 真的 他不想再提醒他了 想忘記當初做過的事 真的 你老公都討厭 他什麼都討厭 他的理由很好 不是他也不會跟你說他什麼都討厭 他也不會這樣子講的 可是他會覺得譬如說 你的生日就是有一天 母親節也是有一天 結婚紀念日也是有一天 你不就喜歡 我是那一年就是那一天 對你好 你要我每一天對你好 我對你好好的 為什麼有過的那一天而已 都是那一天 都是結果 是摔了的結果 那我來講 那我正要說 So Romantic 他到這邊 他講Line 像日本啊 結婚紀念日也是很注意對不對 對 日本是從結婚第一年開始 他有每一年的結婚紀念日的名稱 對 一到六十年 什麼止婚啊 什麼七年珠寶啊 對 然後就有那個 比如說五年妹 五年的話是那個 木婚 然後二十年的話是 二十五年是迎婚 所以變成說一個文化 一個習慣了 所以就是一些那個 珠寶業者啊 都會那個 都會鼓勵就是說 爸爸要買給老婆的 紀念日的一個禮物嘛 通常是什麼 就是 Diamond 然後 Diamond 沒有了 每一年都來一次嗎 像結婚十年啊 專師 專師 看他日本女人不錯耶 對 十年 特別是 像電視廣告也會廣告 就鼓勵大家 Sweet 10 Diamond 就是結婚十年了嘛 就要買一個就是 就是很大顆的 Diamond送給自己的另外一半 對 剛我老公剛結婚的時候 我說我們如果結婚十週年的話 他要買Lowless的手錶 一人一支 哇 我們真的十年以後 他說 他會答應我 結果他沒想到我們會結婚十年 所以到現在還是沒有 可惡 像我先生他就比較 因為我在台灣 只有就是訂婚 就是怎麼說 就是登記而已 所以到現在還沒有就是說 那個 Diamond出來 因為我們還沒有請客 那我先生就是說 那等請客的時候 再開始計算 喔 喔 喔 等生了孩子 我們再開始計算 孩子計算 那你拿不到那個鑽石 所以你還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你還沒有結婚週年對不對 還沒啊 三個月 但是我有就是 我有跟我太太說過 就是說我們就在一起 我們只過一個節日就好了 然後說哪一個節日 我就說各自的生日 喔 就你生日的時候 我會幫你買生日禮物 然後我會幫你過生日 我生日的時候你比照辦理 那其他的節日 我們就當作沒這回事 我覺得今天她 她的意見參考就好 因為她現在是什麼婚 新婚 而且是 撒嬌 妹妹交變魔術嗎 妳們的結婚紀念日 都怎麼做呢 老闆不喜歡 因為我們在巴幽拉斯 有一個想法 如果一年兩年結婚 沒有慶祝就OK了 三年結婚一定要慶祝 喔三年要慶祝 對 因為三年這個最難過的時間 所以我們都這麼清楚 在家裡兩個人喝紅酒就OK了 所以我老公有很多紅酒 他是收藏 都不喝 都是看 擦一擦 收藏家 紅酒收藏家 然後都不喝 所以三年結婚 我說老公 你要不要喝紅酒 好啦 我去家老父母 我說不要啊 我要去這個好喝的 他說不行喔 這個是你知道 這個是朋友送的 這個是客人 四年以前送的 就是每個紅酒 有歷史 對 它有它的歷史 對 我這個是沒有辦法怎麼辦 我真的不要喝普通的 我不要喝普通的 因為今天他要喝好 對 所以我就是 我這樣子給他做 因為很多人知道在俄羅斯 有什麼很冷 還有這個是貝爾 熊 熊 熊 我說這樣子給他做 我不要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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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到俄 我說 好啦 去拿刀 我去拿刀 拿刀 拿刀 給他 他 他管 犧牲真大 他管道了 這個是十年的 我們還沒十年結婚 這個是十年的 這個很好的 你去拿刀別的三年就好 這一次 拿錯了 拿錯了 學那個熊走路就對了 對啊 對啊 有時候有點幽默感 對不對 幽默感 可以化解你先生的尷尬 這樣 對 他很捨不得 我相信有些人 他會非常戀物癖 你知道嗎 他很喜歡那個酒 到捨不得的時候 不過我覺得人比酒重要 還是應該要考慮太太的感受 韓國男人應該不用過什麼節吧 韓國人都大男人 不用 不是 韓國男人真的很可憐 因為韓國 在韓國 你看 每個月 對啊 大概每個月 一月跟九月沒有 然後其他每個月都有 對 二月是西洋情人節 三月是白色 四月是黑色 對 所以Black Day是我們一起吃炸醬蜜 一起吃炸醬蜜 對 然後四月是四號是Rose Day 一定要送花 一定要送玫瑰花 對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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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7月是Civre Day 這個是一定要送戒指 戒指 戒指 贏的東西 對 然後8月 Green Day 送你一盆草嗎 不知道 一定要去旅行 喔 怕出 對 10月14號是完蛋 哇 要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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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11月11號是Ferber Day 一個是一種餅乾 芝芝 那個啦 什麼棒啊有沒有 對 對 就是芝士的 芝士的 11月11號 所以要吃四根 有沒有 吉利棒那種有沒有 對 然後12月就是很重要的 聖誕節 所以韓國男人一定要記憶心好 要不然 或是被女朋友打死 那講話是有道理的 你們看過我的野蠻女友 是會被打死的 所以在韓國 這樣子談戀愛比較好談 這是結婚前吧 一直有一個什麼結婚也可以 結婚後也是嗎 結婚後也是 蛤 一定要耶 結婚前吧 這些結日在韓國是誰想出來整男人 對啊 某人就動不動就很喜歡 韓國男人好累耶 真的 那問一下米莉 聽說你舅舅很討厭 舅舅是很討厭 結婚紀念日 小時候唱長是會慶祝嘛 然後她喝醉的時候就開始哭 然後開始抱怨 她說很討厭這個日子 因為每一年就讓她想起來 她做過了最笨的決定 就是娶了妳舅嗎 就是娶了妳舅嗎 對 我們很兇 歌詞哀哀的 但是很兇很會打老公 大老公 怎麼那麼兇漢啊 很兇 那真的是不應該慶祝 我可以了解 可以了解 OK 那你們曾經慶祝過最瞎或最難忘的紀念日 在英國過復活節要送什麼 巧克力跟蛋對不對 巧克力蛋 對 我們其實不是在英國 在好多外國國家 復活節的時候 就是要送那個彩蛋 可是當我們年輕的時候 你收到越多 就是開票 就是你的男人很好 我有一個朋友 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他男朋友很好 要復活節經濟店 就給他分售 所以他就是覺得很沒有名字啊 因為人朋友是要送的最大 因為我們的復活節 有小小的 可是有那種那麼大 那麼大的蛋嗎 真的是有 那麼大的巧克力蛋 對 所以當人朋友跟他分售 我就沒有了 沒有他就很氣 所以復活節那一天晚上 前一天 復活節是禮拜天 禮拜六我們就拿一個袋子 很貴那種 復活節那個牌子的袋子 我們拿那個袋子而已 然後我們用一個卡字 弄的那個形狀 好像一個蛋一樣對不對 然後我們裡面 我們家裡要用口 他家裡要用毛 我們把毛孔孔孔的 他便宜都分了 然後我還要讓那個垃圾 好多紙都粉粉粉粉 然後我要噴起來 噴得很漂亮 然後因為晚上 我們他不在家裡 我們就去他家裡那邊 咪咪咪咪咪咪咪 跟他爸爸說 不好意思 這個就是給摸摸的 我們要留給他 就走了 晚上我們戴那個卡 他媽媽也搞 他爸爸搞不清楚 他爸爸一噴他不知道我們是誰了 好 更好 他朋友跟我 他人朋友跟我也很好 所以更好 他回家 他爸爸跟他說 剛才有一個女孩子 來送這個蛋給你們 他就看那個牌子 那個牌子就是記得 這個就是真的很貴 他就去他開 他就說 你可能是我跟我當女朋友 然後我就跟他講 就掛電話 到大選賽 不知道是我們 然後還有咧 我們大選賽 還一直在聊天 在MSN 星期天會在那邊 沒有 都沒有把這個秘密講出來 從來沒有講過 好多大片子裡面 在西方不要復活節之前 跟人家分手 在台灣 不要情人節之前跟人家分手 你怎樣也要忍完情人節 那好傷喔 對不對 海妍 為什麼母豬生小豬也要請客 什麼 連生小豬也要請客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離婚竟然也有紀念日 我想說 但是每一年離完婚 每一年都叫前夫來一起慶祝 你知道嗎 好了已經知道了 看到了 你手錶就不準了對不對 突然間就接到一通電話 就說 我們家就是生小孩 我媽沒有聽到 她說是母豬生小孩 那我媽就跟我 帶我去去吃那個席嘛 他們是像流水席 台灣辦的一桌一桌 他辦了三十桌 然後去了以後呢 我媽就有包紅包去 包完以後呢 紅包多少錢 五百塊 我們算多的 沒有我們算多的 人家有都包一百塊 因為他們是住那個 當地人都包一百塊 因為我們是房子買那邊 請人家幫忙顧 所以要多給人家包一點 然後我們就包五百塊 我媽帶我去 然後當我們在桌上吃飯的時候呢 然後我媽就說 小孩子在哪裡看一下 結果是他們家豬生小孩 是他們家的小孩子太小 他就是包出去給鄰居很多錢 然後包不回來 他就是趁著他們家小豬生寶寶 母豬生寶寶 母豬生寶寶 然後他擺了三十桌 然後請大家 然後就看到他們鄰居 然後鄰居一家五口在那邊吃 然後那個爸爸就跟那個小朋友說 多吃一點 然後多吃一點 晚上沒有煮 就在這邊吃飽 然後你看他們全家在這邊吃 還很可笑 一隻狗在下面跟著吃 他包一百塊 對一百塊 喔 原來這是一個數學問題 他包那麼多給鄰居 可是他們家小孩太小 什麼時候才收回來 而且鄰居有的都搬走了 對不對 趁著母豬生孩子 所以那妳要看孩子 她是把小豬抱出來給你們看嗎 沒有 當下我媽不曉得 沒有 當下我媽不曉得 她很難 我很為難 那妳要看哪一隻呢 因為這一塊是吧 對啊 對 然後她當下我媽說看嘛 她說 好多隻妳還去那邊看 我媽就很詫異 然後結果我跟我媽走過去 他們家那時候 那隻豬生了十二隻 死掉一隻剩十一隻 我看原來是豬生那個 豬生寶寶 豬生寶寶 生豬耶 我媽有沒有很噁啊 包了五百塊 就覺得很離譜耶 就對啊 當時就有點被騙的感覺啊 因為她講的時候很含糊 對 她就說生寶寶 然後我們覺得 欸 生寶寶 那就過去給人家慶祝一下 生寶寶 我們少一個豬 豬豬寶寶 對不對 OK 不過想要問一下 這個 這個Mazda 女生在日本 會過拜拜紀念日喔 我有一個朋友 一個 她是 很好很好的一個朋友 就是妳朋友的習慣 還是日本的習慣 應該是我朋友的一個 怪癖的習慣 對 不過也是 聽說也是蠻多的 就是為了紀念一個 就是新的開始 然後就是 她那個 跟她男朋友分手了嘛 她就叫我們說 我們今天要開一個party 因為我們務必要參加 那想說要去哪裡 去海邊 我們就在那個幾點幾點 在海邊集合 然後我們就是 到那個時間就是 有很多朋友 好朋友嘛 聚在一起 其實很忙了 就想說 又怕她在海邊 因為傷心過度 或者是跳進去 或是怎麼樣 好可怕 對 因為嘴一定要到 畢竟是分手嘛 就想說 好嘛 我們全部都到齊了 她車子打開 碰 打開 一個黑色的袋子拿出來 我們都嚇到了 天啊 我會把它切成快飯的嗎 謀殺 她說好怕好怕 就看她拿出來 這是她送我的杯子 這是我送她送給我的娃娃 這是她送給我的什麼什麼 就是把她 男朋友送給她的東西 她說 她說我今天要跟她 真的徹底要跟她們說拜拜 所以就是叫我們 她非常嚴肅 大家都很好笑 然後 就想說 好吧 聽她的 然後就是說 我們要舉行的 跟她們有拜拜的儀式 告別說 告別 然後這樣我們站起來 然後就跟她說 其實這個娃娃 我真的很愛她 然後抱著她 我真的捨不得她 不過今天我就要跟你拜拜 然後就這樣 然後就真的在哭 然後跟我們說 我們要那叫 莫愛 莫愛 三分鐘 蛤 然後就站在那邊 就跟著娃娃 我們要 要講什麼 跟這個娃娃講什麼 就你看我看 你好好 乖乖的就等三分鐘 然後她就把那個娃娃 全都放到一個袋子裡面 丟到海裡面 對 送行者 送行者 那這樣子 OK 有人是這樣子 分手她有一個儀式 對 來自己強化說 這個戀情真的是 結束 結束 有一個這樣子的儀式 其實心裡面會覺得好多 而且有這麼多朋友來見證 她比較不會那麼悶 可是見證完 朋友應該都會覺得她怪怪的吧 不會不會不可以 娃娃莫愛 拿一個杯子莫愛 莫愛完丟到海裡 對 因為傷心的人 不能用正常人來看待她 對 她什麼行為 我們做朋友的都只能支持 都把她合力化 對 比較擔心她就是萬一跳進去怎麼樣 不過第二次的時候 她有叫我們去的時候 就真的很 有 還有第二次啊 對 還有第二次啊 還有一個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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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還是去了 就是覺得那個 因為真的會擔心她 因為在海邊嘛 那習慣去海邊 她的真的就跳進去該怎麼辦 她還要你下來台灣 不然的話 可以進去 第二次還是一樣 又默哀三分鐘 又默哀 跟她所有的東西又默哀一下這樣 一百天分手紀念是這什麼東西 那個是我跟老公的故事 對我們那個談戀愛的時候 因為遠距離的關係 我覺得很痛苦 其實真的很不容易 那的時候我就覺得 還不如分手比較好 對 所以其實我們互相還是很愛 可是太痛苦 所以要決定分手 那的時候呢 因為我為了讓她不知道我在哪裡 或是沒有聯絡 聯絡 聯絡什麼的 所有的聯絡方式都換掉 對 換電話 剪頭髮 人間蒸發 男人對女人都很折磨 有另外一號 整個這是女人對男人做的 男人也有啊 有很多很多 沒有嗎 很多 非常多 互相折磨 然後 不是韓國人動不動就很喜歡 慶祝那個紀念日嗎 韓國還有那個 第100天跟1000天 交往100天1000天 也是很重要的日子 然後呢 那的時候 我們剛好分手到 100天 100天那的時候我 剛好我的喉嚨有問題 所以我在醫院 然後開那個小叔叔 那的時候 然後突然我的電話響 也是不知道的號碼 好像國外 然後那的時候 我其實很想念他 因為人生病啊 還有 對 很想念他 特別脆弱 然後接到電話 就是我的老公 對 那是白天那時候 嗯 他還記得韓國人的習慣 對 然後呢 可是他一直說 朱朱 你還是不想跟我聊天嗎 你為什麼沒有講話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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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白天啊 嗯 然後就 我一直哭一直哭 沒辦法表達什麼 對啊 好慘喔 對啊 所以 對我來說最難忘的紀念日就是 分手的那個100天 然後就在一起了 交往100天紀念 你們剛好分手的100天 對 有口難言啊 所以那通電話讓你們又複合了 對啊 對啊 其實很感動 他一直找到我 所以他一定是花了很多的時間 才找到你 對 我們也很感動 你才會坐在這裡 真的耶 Eva 忽然有離婚紀念日啊 有 哪裡 有嗎 有 離婚紀念日可以慶祝 對 你結婚是那麼大的日子 然後你離婚也是新的開始 也算是很大的日子對不對 對 嗯 嗯 所以我知道Mili她的舅舅 應該要有離婚紀念日 沒有 我想說 那是每一年 離完婚每一年 都叫前夫來一起慶祝 欸 不敢記 也要對人啊 也要對人啊 因為我 如果您方便的話 還可以再信任自己來 搞不好又在一起了 沒有 因為這個在波蘭是也來也有命的 然後我也有在波蘭參加過 我朋友的Party 然後他們好像離婚兩年還是三年 然後他們 我的朋友給我打電話就說 欸 那你要不要過來 我們一起要慶祝這個離婚的Party 然後我已經去 什麼都有 蛋糕 酒 跳舞什麼都有 然後他們剛好 因為這個兩個以前的夫妻 他們是覺得 訂一個餐廳 一個人很貴 所以他們兩個訂了 對 對啊 所以我一進去就嚇一跳了 因為他們的朋友 都是一起的朋友 所以他們就說 一個禮拜請一次 第二個禮拜還再請一次 不太方便 所以 一起 OK 我覺得離婚還可以這樣子 我覺得蠻好的 非常好 對不對 誰說離婚一定要怒目相似 對不對 不過男人如果記性差 真的忘記一些女人 很在意的這個節日 真的下場是很慘的 你老公忘記的下場是什麼 我就是怕他忘記一些重大節日 所以我們的結婚紀念日 是很特別的日子 12月24號 那我覺得他忘記真的是有 太過分 太過分 對 然後那天他就忙到很晚回來 然後我們那天過節什麼都沒有 之前我就已經提醒他 跟我小朋友已經偷偷提醒他了 可是當天他很晚回來 我們跟孩子都睡著了 他才回來 我就很氣 第二天他上班 我就訂了機票 帶我小朋友回娘家 然後他還是不知道為什麼 打我電話 我電話都不接都關機 然後後來他就沒辦法 他打電話給我媽 其實我回家就已經跟我媽 抱怨抱怨抱怨 我說12月24這麼好記 他就忘記 他不曉得出去幹嘛幹嘛 我就這樣一直抱怨 那我媽可能就跟他講了 然後他也知道自己做錯了 然後就買機票回來 回來然後接下來的一個禮拜 每天都在過節 然後他就說 好可怕 好可怕 對 每天都在過節 對 每天都在過節 然後我老公說 我忘記了這一天的紀念日 這一個星期我都在過節 那這今年的紀念日過完了 我就破產了 然後順便連破產的日子 也過一過好 對啊 那妳開心喔 還蠻開心的 Rustina 聽說妳今年有什麼方法 我約了也不喜歡我自己的生日 因為我一年結婚 老公給我 紅包裡面有一萬塊 一萬塊 不錯 可以買很多 兩年結婚生日到了 他給我五千的紅包 也還不錯 可是一半我想給誰我分享 給誰 大家分享我的紅包 好了 可是五千塊也不錯 可以買這個那個那個都可以 不錯 三年結婚一定有痕吧 兩千 對 兩千 兩千 兩千已經太少了 然後去年生日早上我起來 然後我今天說的生日 他不理我 一百 濃電啊 我這樣不清楚嗎 聽不懂喔 生日我的 他起來了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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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 怎麼都沒有了 怎麼都沒有了 然後我 晚上這個是她回家了 我生氣 我全晚上拿到紅包 都沒有了 就睡覺 她就是你老包 我說 晚安 下個月我記得她的生日 唉 我已經知道送什麼禮物 Christina要送老公 什麼樣的生日禮物呢 下段回來告訴你喔 要禮物的方法 也流行一話 一自己 一自己 一起同一個 都是同一個一枚 同一個一枚 這樣子她一定會知道 穿過的內衣 去當禮物送人 就是給我的時候 或者是可能就知道 就是她已經可能買的 賺一次不喜歡 信心就跑起來就送給我 給她送什麼禮物 我知道 我知道 其實像我 我老公記得 有一次記得我生日帶很慘 他送我一大束花 可是他一大早 早上八點把我叫起來 我翻臉了 為什麼 因為我要睡覺 他你怎麼一大早送我花 因為他趕著去上班 所以買花送我 可是他一大早來吵我 要把花送給我 就是這樣 你看就是這樣 你還想怎樣 然後也做了 然後你還翻臉 不要一大早八點半 叫人家起來接花嘛 對不對 應該是晚上送 對不對 他浮起勇氣去訂花 而且他這麼有心 對 因為 We talk No No Yes 所以我把花放著進去睡覺 好燒了在這裡 然後把我們關起來了 你只好又說謝謝 然後去睡啊 禮貌性的回應一下 你真的 你這樣子搞她 一輩子都不會再做 You ask too much 因為我睡覺太 我真的早上很想睡覺 八點半太早了啦 你以後再也不會收到花了 沒錯 謝謝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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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難相處了 那如何提醒另外一半記得 海妍你怎麼鬧 我沒有鬧 我就要快過節的時候 快過那個節日的時候 我生日 然後我就會提醒我老公 他在那看棒球 那他就不理我 我們家的那個貴妃椅啊 然後這邊沙發 我就擺了好多的手錶目錄 因為我很愛買錶 然後我就這樣子 故意當我老公面子這樣子 就這樣子 然後就這樣給他看 你知道他裝不理我 他說那邊看他的電視 然後我就擺得滿沙發都是這樣子 然後我說老公現在幾點呢 然後他也不理我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是那個掛歷上 那個大的掛歷上 都會一些日子會記起來 小朋友看牙齒 看醫生都會飆起來 然後這一天的紀念 我飆得特別的大 然後對 他上洗手間回來以後 我說老公你看一下 小朋友哪天該看牙醫 他翻到就看到那一頁 好了已經知道了 看到了 你手錶又不準了 丟一點 對啊 然後他就說 不用再看了 早就看到了 你擺那麼多幹嘛 還要再收 收起來也很累 對 然後他就知道了 我就故意這樣 所以每年生日 你都要跟他要一個錶 手錶或戰具 其實也不是說故意要 你有幾支錶 一個錶箱十幾支 錶不便宜耶 你拿的目錄看起來都很貴 對 這個是把氣氛都做足 對不對 那個壓力四面八方 這樣子 要不得不去 不得不去 對啊 OK 原來要這樣要錶 目的成功了 奇怪錶怎麼都不準耶 原來這買的是好錶耶 還不準 一支十幾二十萬 還不準那要買什麼 他跟我的脈搏跳動不搭 我不是說這支錶跟我沒緣 沒緣啦 OK Christina 你用什麼方法 我有我自己的方法 因為我喜歡買鞋子 但是收掉我鞋子 所以我要常常我們這個是 因為我們結婚今天 結婚今天日 對 還有聖誕節就是二十五號 我的生日二十三號 都是十二月 很緊 所以三個節日很緊 所以現在拿到一個禮物 就OK了 所以我開始九月或十月 開始穿一樣的鞋子 每天一樣的 就是有的時候沒有 可是沒關係啊 老公一直看一直看 為什麼你每天穿一樣的鞋子 別的鞋子我放在櫃子裡面 兩個三個 兩三個 然後為什麼你每天穿 這個是一樣的鞋子 我說對呀 就是沒有鞋子 沒有 就是這樣一個 穿就好了 沒關係 然後我穿就好了 一個月 對一個月 以後 我要跟你講啊 什麼鞋子 為什麼每天穿一樣的 可是還沒時間 還沒到了 這個是 生日還沒到 對還沒到了 我說沒關係 我要儲存錢 不用沒關係 小事情 然後呢 她已經受不了 她太客氣了 對啊 然後生日到的時候 她說 好了好了 我知道你要什麼禮物 你要鞋子 對不對 我說 對啊 去買啊 就是這樣 這也是啊 這個也蠻幽默的 這是很好的 對不對 以退為進 對 用暗示的方式 我相信如果 你老公一定知道你要鞋子 你只要讓他知道 我相信他都願意買 Ava呢 如果我用Kristina的方法 這個 對我的老公來說 這個完全沒有用 所以 我想要的東西 就是我在網路查一查 然後把這個link copy到一枚 然後擠一枚 給他 然後 沒有 我就在 坐在電腦前面 然後就說 s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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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直擠 同一個 就是同一個一枚 這樣子他一定會知道 好厲害 哇 這個厲害 超好用喔 對啊 然後有一次 我還在機 他就打給我 你還在機嗎 我就說對啊 你知道我要什麼嗎 他就說 不要再機 不要再機 那時候好像進了250多 因為你主要真的就是 因為你主要真的就是 想到就按一下 想到就按一下 他不用出嘴巴 他就這樣就很高 對 也不要跟他吵架對不對 對 Billy怎麼做 怎麼提醒他 等他說沒有用 所以要提醒他就是用 就是我叫我兒子 然後禮物的部分 就是我是提早買 然後如果等到日子到的時候 如果看我說 生日快樂還是什麼 對不起 忘記賣禮物 也已經來不及了 我已經自己買 我喜歡 他付錢就好了 帳單給他就好了 這方法也不錯 對不對 但是 有時候很多抱怨 可是想想 我們會跟這個男人 繼續在一起 也是因為曾經有過浪漫 或者是好的回憶 才會讓我們又繼續 跟這個男人 繼續下去 對不對 而且坦白講 有時候看到小孩 才留住那個老的嘛 對不對 對 休留那個老的啊 OK 有時候 有時候 老公是這樣 好用 我們就當老公 不好用 暫時當捆工 Ru呢 老公對妳做過最浪漫的事情 有 我還 還記得很清楚 第一次 老公為了我 慶祝我的生日 他特地來韓國 然後那的時候 因為他 從台灣來嘛 我去接他機場 對 然後我們一起去 Check in那個酒店 飯店的時候 他突然跟我說 你 等一下 閉眼鏡一下 然後 把我的眼睛是這樣子 嗯 然後他說 等一下喔 然後打開門 房間呢 都是蠟燭 超過一百隻的 超過一百隻 都是亮亮的那個蠟燭 哇我真的很感動 然後呢我們進去房間 然後不是有很大的那個床嗎 對 白色的床 上面 他用那個花 寫了 是韓文的 我愛你 喔 可是你們想一想 因為我 我是跟 我是去接他 對 那他怎麼有空做這些事情 對啊 然後呢 然後後來我才知道 他 在台灣的時候 他已經送那個 他選好的蠟燭 都寄到韓國的飯店 哇 所以他已經準備了好久 然後呢 他請飯店的人幫忙 然後 對啊 哇 很難看 很激情喔 好 等一下 那你當天晚上怎麼報答他 對啊 不好意思 不要不好意思 請一下 就是親戚啊什麼 什麼 只有親戚嗎 他們要什麼 他們要知道什麼 我真的太感動到 結果 哇 你就睡著了 暈倒 好 好 誰說台灣男人不浪漫呢 更多浪漫的行為 廣告回來合理分享 陳丁丁的禮物 近視大米一包 給他打開來看 趕快可以 當家打開看就傻眼 一包大米 然後 然後 我卡一包米卡到五樓 收到這種禮物 誰都會嚇到 媽媽說 我上次朋友送你禮物 我說對啊 媽媽可以看嗎 我就裝不知道 然後我去洗澡 你可以看啊 然後我媽媽就打開 你說你生日有蠟燭 覺得很興奮啊 因為我 如果我講故事 應該是對台灣人 有點奇怪呢 可是我告訴為什麼 我的生日 二十三 十二月二十三號 在巴伊羅斯這個時候 下雪 所以我 從小的時候到二十二十五歲 都是在家裡慶祝 因為外面很冷啊 對我這個的下雪 是不好玩啊 因為 太冷了 太冷了 來台灣二十八歲 第二個是 我們在巴伊羅斯 有蛋糕 可是沒有蠟燭 這個是從美國來的 這個現在的 我們有了 可是以前 以前 你小時候是沒有的 這個是美國的 我們沒有蠟燭 美國人才會蛋糕上面 插蠟燭 沒有了 所以二十八歲 我跟老公去海邊 小小的 這個是咖啡店 然後我們買小小的蛋糕 然後他能蠟燭 二十八歲 我第一次吹蠟燭 然後 然後 看到海邊 沒有下雪 好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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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蠟燭 沒有下雪 環境一樣 對 因為他每天生日 都是冰天雪地 對不對 OK 你們收過最爛 最瞎的禮物是什麼 這個不是我老公送的 不可能 就是別人送的 就是我收到 就是一個盒子 裡面就是那種茶杯 對不對 很漂亮 可是裡面兩三個破掉了 可是破掉的幾方上面 你看就知道 那種舊的 還有一個沒有破掉 可是裡面應該會長 都黏著下面 你不會怎麼洗洗不掉 所以你看就知道 人家可能拍在家裡 拍得很久 就不要就是 他怎麼會送你這種東西 都不知道 你是做人失敗了嗎 OK 你還收過那種穿過的睡衣 對 就是Q1的時候 就是跟著知道 他已經盡可能買的 說過一次不喜歡 吸一吸就跑起來 就送給我 對 對 好可怕 海妍呢 我說那個還蠻瞎 那也不是我老公送 那是上學的時候 因為我們在學校中午吃飯 我就很會吃 因為以前都很胖 然後就吃很多 然後同學可能是餓整我 然後當我過生的時候 他們集體就是 因為我們那時候上六年級 國小六年級 沒有什麼錢 他們幾個男同學一起就是集資 然後去買了一袋大米 然後呢就請 他們把大米包得很漂亮 然後請快遞送到我們家 那我們家是住五樓 然後當按門鈴告訴你拿印章下來要拿東西 那我就很開心 因為我生日他們就說要送我禮物 我就簽一簽 然後我當下抱得說好重好開心 小朋友心裡啊 他們一定送了什麼貴重的東西 然後抱到六 抱到五樓的時候已經快沒氣了 開門就丟在地上 然後那個心裡就很急切的給他打開來看 趕快可以 當下打開看就傻眼 一包大米 然後 然後他們 在台語摸米穿到五樓 對啊 然後他們寫了一個很白癡的卡片 就說很會吃 這個應該夠你吃一個月的 然後我媽就覺得還不錯啊 小朋友很有創意 我媽說至少比你們搜賀卡呀 然後什麼音樂和好的都 多實用啊 實際啊很好啊 她說不然你把我的聲音也告訴小朋友 對 對啊 所以至少可以吃一個月 一個月 Eva有嗎 有 也是老公送的 因為我來台灣以後 我發現很多台灣女生有這個 跟美人姐一樣的這個 有手桌 有手桌 對 我覺得很漂亮 然後我們的什麼 結婚經驗快到了 所以我就說 欸你幫我買一個好不好 我就說那 好OK的 然後 這幾年直到了以後 她就送給我 可是我說欸 彈起來很久很爛 可是魚我也不懂 可能是 特別 可能是故意這樣子 然後過了兩三天 我伯伯打給我 就說欸你這個 手桌你喜不喜歡 我就說 OK的啦 她就說 對啊 我們家裡房了很久 我就被丟掉了 我終被丟掉 然後我剛好 妳的老公看到了 就說不要丟不要丟 我送給Eva就好了 婆婆把她老公破功 對 所以後來妳就沒有再帶那個了 後來就丟掉了 被她一直要丟掉 OK 生氣 什麼事呢 剛剛都有講到杯子 對不對 我有收到過一次 真的是很好的朋友 不是普通的朋友 真的很好很好的一個朋友 送過我一個 大便杯 大便杯 杯子裝大便 不是 但是大便的形狀 有帶來了 我是沒有帶那個 沒有找到那樣的形狀 我實在是太噁心了 我一直講說不要拿 看一下沒關係啦 這個是她同樣一個系列的 燕灰缸的 好厲害 真的 你剛剛說那個大便 我也是很可愛的 我也是在變嗎 而且感覺她前天有吃紫菜 沒有吃嗎 大便造型燕灰缸 為何讓現場所有人嚇壞了呢 下前面拉掉 共旅超尷尬 喂 100多塊嗎 明明要用20塊 你還真的 上面有寫20塊啊 對啊 那個標紙還沒拉掉 還有20塊 這個是她同樣一個系列的 燕灰缸的 真的 你剛剛說那個大便 我也是很可愛 我也是在變嗎 而且感覺她前天有吃紫菜 還有吃嗎 超噁心的 因為那個 她就是 因為每一年都 大家都一起過生日 從小的一個很好的朋友 就想說 每一年都一樣很無聊啊 今年我們來一個特別的 就這樣 也太特別了 就那個包 那個她包得非常的漂亮 生日當天啊 我就好不期待了 就是好迫不期待 怎麼講那個 就是把那個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 你知道看到了 然後你知道她這個 那個 那個 那個手拿的時候 剛剛好就是後面那個 金尖的那個 這樣子 老辣 老辣 就是尾巴了有沒有 老辣 老辣要切斷的那個 老辣 然後那個 講得好逼真喔 非常的逼真 然後嚇到我實在是 我說 謝謝 謝謝 謝謝再聯絡 謝謝 不過真正也是好朋友 才會受到的 真的很好朋友 所以是想要給大家去講 因為每一年大家都會開生日派對嘛 那每一年蠻無聊的 今天 今天她就想說 要給我一個 很大的一個那個 好朋友的心 後來那個 拿回去嘛 我想說 我已經這麼大的一個反應了 我媽媽看看 我媽媽怎麼樣 再去嚇媽媽 就你拿給你媽看啊 沒有 我就放到那個 那個 同樣那個朋友送給我的 那個盒子裡面包好了 我就放在那邊 放到家裡 我們都有榻榻 可能枯塔子上面 我們在枯塔子上面 我媽媽說 我送的朋友送你禮 我說 對啊 我媽媽可以看嗎 我就裝不知道 我去洗澡你可以看啊 然後我媽媽就打開 什麼朋友啊 媽媽的朋友 不過我媽媽也知道那個 很好朋友 經常到家裡 都是她送的 真是 阿金呢 我 以前過來台灣嘛 生老大 剛好是母親節 我老公休息外面上班啊 買一個東西 我要來送給我 很漂亮喔 它外面那個盒子 還有上面那個補貼 很漂亮 我打開看 是個口紅 我就問我老公說 蛤 你買這個東西給我啊 他說 你是媽媽啊 買個口紅送給你啊 我就問他說 老公你買這個口紅多少 他說 喂 一百多塊嗎 明明要二十塊 你還跟我送一百多塊 上面有寫二十塊啊 對啊 那個標誌還沒辣掉 還要二十塊錢就算了 我老公說 二十塊都很大 二十塊 一小塊 一小條 一般的 一般的賣十塊 那種賣十塊 稍稍 我說 你明明要二十塊 你跟我送一百多塊 他說 盒子一百塊了啊 那個口紅二十塊 不是一百多塊嗎 我就是 這樣也對啦 也沒錯啦 我抓了 不要抓啦 不要抓 以後你送我這個 我會跟你講 掉掉 他很認真耶 為了那個二十塊的口紅花 一百多 一百塊的盒子 對啊 有時候還是要 這樣非常失禮 非常非常失禮 對啊 不然我們就各走各的好了 對不對 各走各的要吃什麼呢 來 我們餅乾準備好了 好 什麼吃 好香啊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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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吃到最後一吃到嘴 等一下 再吃一碗一次 對 最後要吃 最後要請到嘴 最後要請到嘴 好香喔 好香喔 要吃一根嗎 要吃一根嗎 吃兩根 要請一根嗎 要請一根 要請一根 吃一根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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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餅乾要這樣吃喔 對 有沒有餅乾 你現在知道回去晚上怎麼吃了嗎 沒有 沒有 剩下這盒給我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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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11號啦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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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玩 好香喔 好香喔 快來訂閱我們 你們希望贏在阿上面 阿上面 嗯